要说德云社谁相声说的最好 大家各执一词 但是要说德云社谁最胖 孙岳当仁不让 这个胖的顶上两个月云棚的家伙 是德云社除了余钱外最好的棚根 为什么相声世家出身的他 当初却选择去动物园喂大象 一个是面馆的服务员 一个是大象的饲养员 他们二人又将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孙岳 探究他背后的故事 一二三 我们一起选猫跳 相声界有句老话叫三分斗七分棚 从来说相声当棚根的要做好随时挨欺负的准备 而岳云棚和孙岳这对黄金搭档 近些年来一直活跃在德云社的相声舞台上 凭借着二人精彩默契的演出 每回演出都能斗的台下观众哈哈大笑 相比较可爱调皮的岳云棚 观众们更是对他身边的这个体型硕大的搭档感兴趣 毕竟那么大的一个身子 处在哪里都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而岳云棚也经常拿孙岳的体型调侃 孙岳老师养了11年大象 结果动物园大象瘦了 孙岳老师胖成这样 每当这时候台下总会爆出热烈的响声 而只留着台上的孙岳一脸的尴尬 回击岳云棚一句 你意思是我吃的呗 嗯 不然呢 就这样在岳云棚的坏笑中 全场欢乐的气氛被推到顶点 好话说相声这行 台上无父子 台下理规矩 等等之间经常调侃也是正常的 但是你以为孙岳养大象是岳云棚边的话 那你就低估了这个男人的历史了 孙岳确实在动物园喂过大象 而且一坐就是11年 如果有人在1999年到2009年这10年间 经常去北京动物园的话 那么你一定会留意到一个小胖子 他总是满头大汗推着小车 给各种食草动物送吃的 而这个270斤的胖子 每当坐在大象旁边时 总能引起小孩子的兴趣 因为动物园人来人往 形形色色的人在孙岳看来就是一张张不同的脸谱 从小热爱相声的他 总会认真地观察身边的游客 然后将他们编进自己背的滚瓜烂熟的相声段子里 因为有的游客态度不好 所以这10年来 孙岳在长期的工作中养成了温和的习惯 当初为什么会来动物园喂大象 孙岳苦笑道 出身相声世家的他 从小就对相声非常的感兴趣 他的外公是相声大家李文华老先生 就是江坤的搭档 而等到孙岳从相声班毕业时 相声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 当时的相声被新兴的小品冲击的厉害 很多相声演员生活都难以为继 而孙岳的外公建议他去找个正经工作 把相声当成是一门兴趣爱好 找个班上挺好的 因为孙岳学的是园林 所以思来想去就去了动物园上班 于是就有了11年喂大象的故事 孙岳曾经骄傲的说 整个北京动物园食草类动物都是我喂的 别看台上的岳云鹏经常耀武扬威 拿各种词语来激孙岳 其实那都只是相声的需要 他的岳云鹏非常的尊重孙岳 岳云鹏并非科班出身 所以他在台上的表演有时候会散漫一些 因为缺少条条框框的限制 有时候会搂不住 而每当这时孙岳都会表现出一个老大哥的形象 及时帮他止住 每当表演结束后 到了后台 岳云鹏总会去虚心的请教孙岳说 正是因为两人的互相帮衬 这对黄金搭档才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优秀的表演 孙岳就是这样永远的与世无争 永远的那么随和 相声世家 但是却没有丝毫的傲气 他虽然经历十年坎坷 但是却并不气馁 他从时间的魔力中 沉淀出了自己的相声哲学 也在多年的历练中 成为了一代优秀的捧根 而孙岳红起来的年龄和于谦正好是一样的 这正是一个相声演员最好的年华 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在相声这条路上走得更长远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欢笑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